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纳瓦罗发表在福克斯上的观点文章 他表示中共利用危机推进战略霸权历史由来已久 比如在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中国趁美国和苏联在斗争中分心的时候入侵了印度 当时吞并了印度的部分地区 而今天在中共自己制造的大瘟疫的外衣背后 我们正在目睹类似的战略行为 中国试图推进自己的议程 而中国的宣传者试图推进亲专制政府的叙事 基于这种行为 包括中国试图扼杀香港的民主 让我们考虑COVID-19也就是这一次的病毒的名称 评写是COVID是否代表着China on to victory in death by 19 ways 也就是中国以十九种方式走向死亡的胜利 然后纳瓦罗在文章中列举了他所谓的十九种走向死亡的胜利途径 他表示以下让我们看一看 这是从二零一九年底开始的年表 在十一月中旬 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肺炎病例开始在武汉出现 虽然中共后来提出这一次疫情始于武汉失货市场 但是武汉有两个政府实验室处理从野生蝙蝠中说得的外来冠状病毒 此外中国过去还曾经至少有一个实验室爆发过冠状病毒疫情 华南理工大学的两位中国科学家认定武汉疾病控制中心可能是源头 在十二月三十日 李文亮医生在一个聊天群组中向同道中人 发出了人际传播和社区传播的警告 但是他和其他七位举报人被警方拘留 并且受到了问责 李医生后来死于病毒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国地方官员对于武汉失货市场进行了清洗漂白 这样做可能破坏了确定失货市场是不是冠状病毒来源的最佳证据 同时收集到的病毒样本也没有与世界分享 从十二月初到今年的一月二十日 中共将病毒隐藏在傀儡世界卫生组织的盾牌后面 不让世界知道 中国拒绝国际专家还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进入武汉来研究病毒 在一月十四日世界卫生组织发推文表示 中国当局进行初步调查 没有发现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明确证据 一月七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政治局常委发出了控制疫情要求 然而习近平却允许中国外交官一周后前往白宫 与川普总统以及贸易团队握手 在一月十五日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 习近平才在一月二十日透露中共放任恶魔病毒的传播 一月二十一日尽管在一月十五日的贸易协议中承诺不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但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致命的病毒很可能就来自那里 还是申请了美国一家公司开发的治疗药物的专利 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破美国的专利 到一月下旬中共封锁了国内的旅行 但是在三月底之前都保持国际旅行的开放 当五百多万中国公民在武汉封锁前逃离武汉时 其中有数十万中国公民飞往世界各地传播病毒 从而使得原本可能在武汉控制的疫情变成了全球大流行 一月三十一日川普总统做出了勇敢的决定 他暂停并且限制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十四天内旅旅行经历的人 如果试图进入美国那么将不被允许 而中共方面表示这样的反应是过激反应 在一天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甚至表示川普总统是仇爱者 在向世界隐瞒中国病毒的同时 中共从个人防护装备的进出口大国变成了巨大的进进口国 中国囤积了个人防护装备包括超过二十亿个令人垂涎的N95口罩 这帮助造成了从米兰到纽约各地医生和护士装备的致命短缺 在华尔街日报二月三日发表的评论文章批评中国的病毒应对措施后 中共方面在二月十九日撤销了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的资格 一个月后中共又撤销了纽约时报还有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证 并且违反香港基本法将禁令扩大到香港的记者报道范围 在一月下旬北京官员阻止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与德克萨斯大学生物隔离实验室分享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分离物 这推翻了武汉实验室分享这些样本的最初协议 而中共将中国军方最高级别的流行病专家 还有病毒学家陈威少将任命为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高级官员 中共在武汉平息疫情时部分通过将市民封锁在自己的家中 它利用其大量的个人防护用品库存来谋取暴力 中国企业以高价兜售口罩手套防护服和护目镜 甚至将个人防护装备高价卖回给意大利 等最初向中国方面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的国家 为了进一步谋取暴力 中国开始向世界市场从西班牙土耳其和荷兰到格鲁吉亚 还有捷克共和国还有美国 提供有缺陷的测试工具和个人防护装备 中共非但没有解决这些质量问题 反而指责是使用失误 在四月四日按照利用国际危机的既定玩法 中国海岸警卫队的一支船只击沉了一艘越南的拖网渔船 随后中共又增加了八十个岛屿岸礁还有其他海面特征物 以进一步维护其所宣称的领土主张 四月二十四日欧洲屈服于中共的压力 在欧盟关于病毒造谣活动的报告中粉饰了中国的罪责 四月三十日中共已拒绝承认任何外交战狼指责示威 警告荷兰要更改其事实上的驻台使馆名称 否则将面临停止防护用品的出口 还有中国抵制荷兰产品这样的前景 四月二十九日有一位中共的高级官员指责川普政府 在病毒构成威胁首次后显然浪费了数周时间 在五月十三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出警告 表示与中共有联系的黑客正试图窃取寻求开发疫苗的美国 还有其他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尽管中共在第一阶段中国贸易协议中 承诺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在五月十八日中共承诺在两年内提供二十亿美元的援助 用于全球的疫情应对 这只是美国汇集全球中国病毒应对的九十多亿美元资金的一小部分 也少于中国从世界银行所借来的资金 中国试图阻止其他一百九十三个成员国通过一项决议 要求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措施和病毒来源 进行公正独立全民的调查 但是这样的努力失败了 中共已经开始试图阻挠这些重要的调查 五月二十二日在用封锁制服了香港的抗议者后 在所谓病毒的掩护下 中共以新的安全法来进行民主杀戮 这一部法律将把中共安全官员投入香港街头 升级对香港公民的监控 并实施社会信用的积分制度 绝在惩罚和平抗议和异议人士 这次项目是级四月逮捕了八十一岁的香港民主创始人李柱明 新闻出版人黎智英以及十多位知名民主派领袖之后的有一重大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共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政治经济还有军事的计谋加进来 利用自己的不良行为造成的瘟疫来进一步扩大损失 当然讽刺的是中共现在正在宣传中国的专制制度 提供了比自由民主法治更加优越的治理体系这样的谎话 然而如果民意调查是可信的 没有人相信中共所推销的东西 纳瓦罗最后写道 我们美国人肯定不买账 我们特此提醒中国 我们不会被转移注意力 我们很清楚中共的企图是什么 指的重要的是整篇文章中纳瓦罗多次使用中共的称谓 而没有使用更加中性的中国这样的支撑 再为您带来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共和党的参议员里克斯特克在周日表示 美国方面掌握证据表明中国正试图减缓或者是破坏西方国家对疫苗的研发 他表示我们必须把这个疫苗做好 不幸的是我们有证据表明共产主义中国正试图破坏或者是减缓这样的进程 他在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这样表示 中国不希望我们先得到疫苗 他们已经决定成为美国人的对手 我想也是全世界民主的对手 当被问及美国有什么样证据时 斯科特拒绝透露细节 但是他表示证据是通过情报界获得的 他说这种疫苗对于我们所有人再次搞好经济真的非常重要 但正我真正相信的是 不管是英国先开发出来还是我们先开发出来 我们都要分享而共产主义中国他们是不会分享的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 文章表示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投资谈判条约正在进行到最后的阶段 但是国有企业的作用以及国有企业所享受的巨额补贴等问题 仍然是主要的绊脚石 双方都认为这样的一份投资协议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他还将对支撑受到疫情打击的全球经济具有特别意义 有一位欧洲外交消息人士表示 由中国总理李克强还有欧盟领导人共同主持的年度峰会 原定于三月底举行 现在预计将在本月第三周远程举行 而双方都渴望取得进展 但是欧盟官员表示国家补贴和企业将是会谈的关键议题 欧盟方面呼吁中国采取更多的措施 在年底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谈判 上一轮会谈也就是第二十九轮会谈在五月底结束 虽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但是在国有企业还有其他更加棘手的问题上却没有突破的迹象 欧盟委员会在五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投资谈判的重点是市场准入 包括具体部门的市场准入要求 以及与投资自由化 还有公平竞争环境有关的纪律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规则 还有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强化纪律 去年投资谈判条约停止不前 因为北京优先考虑与美国谈判已结束贸易战 虽然他们在去年年底开始恢复了势头 但是疫情式的旅行还有面对面的会谈停止了 进行了进程的减缓 在年底前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欧洲官员仍然不满足以一个不大实质性的协议 国企和政府补贴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 是外国投资者长期以来不满的方向 美国在一月签署的临时贸易协议中 未能就这样的问题达成真正协议 北京现在即将公布国企改革三年计划 然而改革的进程长期以来一直被批判为太过迟缓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甚至有所上升 尤其是现在北京在疫情后要依靠国有企业作为缓冲来稳定就业 有一位中国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 国企享受了太多的好处 因此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妥协都是困难的 在补贴方面缺乏透明度政府也没有完全实施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私营 以及外国企业的计划 该人士补充表示 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表示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决定 也涉及政治考虑 他表示这将是一个政治决定 是一个妥协的协议 还是一个全面但是也强硬的协议 而中国驻该使团的特使在上个月底表明 北京对待协议是认真的 并且呼吁布鲁塞尔在谈判中保持灵活和务实 我们希望我们的欧盟伙伴能与我们相向而行 他这样表示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跟中国最新经济数据相关的信息 首先来看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五月份的外汇储备意外上升 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因为担心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而走软 中国央行在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这个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在当月增加了一百零二亿美元 达到了三点一万亿美元 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曾经预计 由于全球汇率的波动 还有中国政府持有的外国证券价格 五月份的外汇储备将减少一百零四点五亿美元 但是由于投资者压住经济反弹 流入中国股票和债券的外国资金最近有所回升 严格的资本管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过去一年中控制住了资金的外流 尽管受到疫情的爆发 与美国长期贸易战还有经济增长疲软的多重冲击 在五月人民币对美元下跌了百分之一 美元对一篮子里其他主要货币当月下跌是百分之零点七八 截至五月底中国持有六千二百六十四万金横盎司黄金 与一个月前是持平的 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从四月底的一千零六十六点七亿美元 增至了五月底的一千零八十二点九亿美元 反映出了以美元计价的金属价格上涨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进出口相关的数字 一起来看到来自日经的报道 文章表示中国在五月出口萎缩 因为全球冠状病毒的封锁继续破坏了需求 而进口的大幅下降则表明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停滞 制造商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现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数据很不理想 可能会给决策者带来压力 要求他们为这个对一点八亿多工人的生计至关重要的行业提供更多支持 在中国贸易总额占到了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海关数据在周日显示 五月海外的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三点三个百分点 四月则意外增长三点五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路透调查预测为下降百分之七 虽然出口表现略好于预期 但是进口较上年同期暴跌了百分之十六点七 比上个月的百分之十四点二的跌幅还有所恶化 并且创下了二零一六年一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这个数字在五月与其下降百分之九点七 因此中国上个月的贸易顺差是六百二十九亿美元 创下了路透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追踪这样的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 而之前调查预测是三百九十亿美元 比四月份的顺差是四百五十三亿美元 路透社基于海关数据计算 五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扩大到二百七十八点九亿美元 此前中美紧张关系再度升温 不过有消息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目前除了坚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外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在五月官方和民间工厂调查的出口订单分享指数仍然均深陷萎缩 一月到四月中国所企业的利润也下降了将近百分之三十 中国政府在五月下旬表示 自二零零二年以来首次没有设定年度增长目标 反映了对政策放松的谨慎态度 这凸显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第一季度经济比上年同期已经萎缩了六点八个百分点 许多中国的出口商受困于未出售的库存 还有取消的海外订单 现在正在裁员 并且转向电子商务以瞄准国内市场 有一个亮点是医疗用品的出口 中国在其的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路透社根据海关的数据计算 五月上半月中国运送了六百三十二亿元的人民币医疗用品 而三月到四月期间这个数字是七百一十二亿元人民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